康熙是怎么死的 雍亲王艳珍是康熙指定的接班人吗 这其中有什么样的悬疑 为什么一直让后世争论不休呢 敬请关注雍正十三年 上部第六集 康熙之死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一代帝王康熙皇帝在唱春元寝宫去世 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社会 皇帝的生死乃至皇位的传承 从秦朝开始历经两千多年 你方唱吧我登场 除了改朝换代外 在当时人们的心中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但此次康熙之死 以及紧随其后的皇位更迭 却很不寻常 从历史文献的蛛丝马迹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康熙去世的前后几天时间里 发生了很多令人蹊跷的事情 那么我们不禁有疑问 康熙是正常死亡吗 雍正是合法继位吗 中国政法大学林前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雍正十三年上部第六集 康熙之死 根据康熙皇帝的遗诏 接班人是谁呢 继承皇位的 他指定的是他的皇四子 雍秦王印真 那这件事情呢 可以说从雍正一登基开始 沸沸扬扬 当时就有两个重要的谜案 一呢就是康熙怎么死的 二呢是雍正是怎么继位的 所以当时呢流传最广的 那是有这样一个说法 那我们看在大义绝密录当中 就有这样的一个记载 那这个记载是说呢 圣祖皇帝在畅春言病重 皇上呢浸一碗人参汤 不知如何 圣祖皇帝呢就崩了架 皇上呢就登了位 那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趁着康熙病重的时候 雍秦王印真呢 通过给康熙呢 浸人参汤 下了毒 把康熙呢 这个致死 所以呢他就自己登了位 那雍正后来呢 在辩解当中 也是在这个大义绝密录当中辩解 他说这个是 皇八子允四 加给我的不识之词 他讲的这个事情呢 是什么事情呢 是康熙四十七年的事情 我们知道那一年 康熙废的太子 自己病得非常的重 所以这时候呢 谁来去为他医疗呢 那除了宫廷的御医之外 那还有几个皇子 那其中有一位呢 皇八子 皇三子 皇四子 皇三子云子 皇四子就是雍秦王印真 那经过他们精心的照料 过了一段时间 皇阿妈的这个病情呢 好转了 所以这个印真呢 也就是雍秦王 他跟皇三子云子说 哦 看来 皇阿妈的身体 好了很多 可是这时候呢 皇八子 眨着眼睛说 现在是好了 但是不知将来如何 那雍秦王说 我为此把这件事情呢 揭露出来 所以呢 皇八子 允四呢 对我一直记恨在心 把这个污名 加给了朕 但我们回到 《青春录》当中呢 有明确的记载 确实记载什么呢 记载了当时 那就是他们医疗的过程 陪着太医 来给皇父 皇阿妈来尝这个药啊 或者这些事情 但是没有记载 他揭露皇八子 也就是他的弟弟 允四 他在大庭广众之下 说什么将来要如何 这种事情 从允四的为人 和他的行为来看 我们看允四 他断然不会这样 讲这个话 即使讲这个话 他也是呢 有感而放 绝不是说 要把天下这个 最大的恶名 说独死皇父 这杠恶名 夹给哥哥 夹给这个皇四子 拥秦王印针 所以这件事情呢 我们说 可以说洗脱过来 实录当中记载 但是呢 确实是这样 康熙晚年的时候呢 他自己身体不好 他经常最担心 那我们知道 康熙五十六年的时候 这是康熙身体 最弱的时候 我们在前面 已经讲过 还有呢 他一生非常敬重的嫡母 又并重到去世 所以康熙皇帝 那时候十分危急 所以他在前清宫 就召集了那些 所有的大臣 跟他们面遇 把自己的心中 藏了十年的话 跟他们讲了 他讲了什么呢 那他最主要的 就是讲皇帝 帝王讲 特别是皇子 这些都长成人 在争夺江山 争夺楚位 所以致使呢 皇帝不得善终 还有呢 这是他讲的最多的 所以他举出了很多例子 他这里的最重要的 举了什么例子呢 那都是历史当中 非常英明的皇帝 他举了一个梁武帝 那他说梁武帝呢 也是一代英明之君 他统治的时期 是整个南朝时期呢 是最稳定 最繁荣的这个时期 在位四十八年 那后来呢 侯景乱凉 饿死在台城 他讲了这样一件事情 他还讲了一件事情 跟那些所有的大臣 马汉的大臣在一起 他还讲了一件事情 也是讲皇帝死得不明 那这件事情呢 那我们都清楚 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事情 隋文帝 那我们说隋文帝呢 那这个康熙皇帝讲 也是一代的英明之主 而且是开创 大隋王朝的 一代江山的这个创始人 那隋朝呢 我们知道 举行中国历史上 最有名的科举制度 那是从隋文帝时期开始的 而且奠定了 我们知道开皇之志 中国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盛世 在位二十三年 但是康熙说 他晚年的时候 也出了大问题 他有五个儿子 那当年的时候 早年的立谁为太子呢 立杨勇为太子 杨勇这个人非常人孝 但是呢 后来呢 谁来争夺呢 晋王 杨广他来争夺这个楚位 不断地给他的父皇 敬禅言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隋文帝 耳朵跟子软 就想要把太子废掉 后来真的废掉了 后来呢 就是隋文帝到一个寝宫当中 人寿宫当中去疗养 结果疗养的中途当中呢 只有两个人在伺候他 一个呢 就是太子 杨广 还有一个人呢 就是隋文帝呢 他的一个爱妾 在伺候他 所以在有一天的晚上 就发现呢 他的爱妾慌慌张张 神色不对 然后就问他 怎么回事呢 这样的时候 他爱妾泪流满面 说太子欺负我 那我们知道 那个时代讲的欺负他 就是属于呢 强奸了他 霸占了他 所以这时候隋文帝呢 怒不可遏 喊来人 立刻就喊来人 结果来的人是谁呢 来的是还是太子 实际上隋文帝呢 这时候想要把太子废掉 重新立废了太子的 这个庶人 我们知道杨勇 扶正为做太子 但是他在谁的支持下呢 当时有个宰相 非常有名叫杨肃 两个人合伙 把隋文帝给堵死了 所以当时呢 讲的是什么呢 雪溅屏风啊 哀嚎之声 不绝于履啊 死得非常的惨 年纪六十多岁 这是康熙讲的第二件事情 实际康熙还讲了很多事情 包括宋太祖 辅生卓颖之民 他讲历史当中 几乎所有的这些 就是在帝王传承 死得不明不白 最后的时候他都讲 他还讲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在帝王传承的过程当中 他讲了两个英明的皇帝 一个汉高祖 那我们知道汉高祖 是汉代江山的开拓者了 他说汉高祖最后 把自己的这个家世 把自己传位的事情 交给了谁呢 交给了他的夫人 吕后 他还讲了一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 也是中国历史上 鼎鼎有名的 堪称是千古一帝的 唐太宗 唐太宗 他把传位的事情跟谁说呢 跟他的舅哥 长孙吴继 在这里讨论 康熙说 我每每看到这些 读到这些历史书籍的时候 我都怒不可遏 身为他们感到可耻 他下面讲 如果有小人 趁着仓储之际 想要拥戴一个人 自己获得那些 非常高的这些后福 朕一席上村 绝不容忍这种事情 那我们看的这些呢 就是说 康熙晚年最担心的 就是主要的两件事情 他能不能够 寿终正寝 正常死亡 因为他 我们知道 这个太子之一废之后 争夺的太厉害了 都长成人了 所以这是康熙最担心的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皇位能不能够正常的传接下去 接班的问题 所以他经常不止一次的讲过 有可能发生什么呢 朕这么一死 你们把朕的尸体呢 指引千青宫的上面 几个人 几个兄弟之间 各有一伙 兵格相向 争夺天下 打起来了 朕的尸体都没有挂 所以这是康熙皇帝 最担心的两件事情 历史上 因为皇子争处 从而使皇帝不得善终的例子 让康熙触目惊心 而眼前诸位皇子 争夺处位的残酷现状 更让晚年的康熙 深感忧虑 而皇子争处 皇帝的健康状况 就是一个 让无数人牵挂的大问题 那么 晚年的康熙 他的健康状况 究竟怎样呢 那我们回来会看 康熙临死之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有没有什么 异常的情况发生呢 那我们首先 要追究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康熙的身体怎么样 有没有异常 我们说康熙的身体 一向非常的健康 他一生表白自己 从来没有说 为疾病两个字所困扰 但人最经不受的 打击的是什么呢 人的精神上的打击 身心上的摧残 对人的身体的损害 是最大的 所以就是两废太子 两废太子之后 特别康熙56年 57年这个期间 他几乎三年 右手不能披纸啊 我们讲披纸 那有的是康熙的纸 披得非常简单 就知道了 钦此 什么什么就完了 他非常短 但是这个都做不了 他左手 后来康熙练左手披纸 大臣跟他请安的时候 他都不见大臣 说我这个样子 怎么能见大臣呢 这怎么这个样子啊 所以他不接见大臣 确实那段时间 身体非常差 但是康熙有养生 或者恢复身体的三大法宝 那第一大法宝是什么呢 喝葡萄酒 西洋的葡萄酒 所以我们看到 宫中档案当中会讲 康熙在天下 全中国那时候 争什么呢 争招 你们的西洋酒 都放到朕这个宫中来 你们不要喝了 让朕来喝这个 所以这个西洋 这个葡萄酒 可能非常有 软化血管的这种功能 那康熙这是 得到明显的验证 还有康熙的第二道 养生法是什么呢 他做汤 所谓做汤就洗温泉浴 那我们知道 今天那汤山的 这个汤泉行宫 那就是康熙经常 把他最重要的大臣 或自己身体有样的时候 他到那个地方去疗养 这是康熙的养生法宝 当中的第二条 第三条是什么呢 到塞外 宽广的大漠是 康熙把放松身心的地方 那个地方 他才能够找到那种 弯弓射大雕的那种感觉 这是康熙 所以很快的时候 到康熙58年 59年 60年的时候 他身体又完全地恢复了 他讲自己走路 从来不用别人服役了 而且自己飞身上马 就能够自己上马 从早晨一直打猎 打到中午 都非常的好 因为他的爱子 我们知道 他心目当中 那个储君 黄十四子 在那个西北去远征 他怕他担心 所以康熙是 把自己的身体情况 包括朝中的大臣经常讲 皇帝没小事 身体是帝国所有的 众目所示的地方 所以他经常讲 我的身体非常好 特别跟他的十四子讲 十四子经常派自己 切身的太监来 康熙像小孩一样 说你走进来 看看朕的身体 到底怎么样啊 你回去好 告诉十四阿哥 康熙还搞了一次 彻彻底底的体检 这个体检的人呢 是一个传教士 是个医学的博士 是内科的 而且这个体检的医生 告诉他 这个药想体检的 非常的准确 对陛下的健康得出一个 特别准确的报告 那必须得经过多次的复查 康熙说好啊 这一切都配合 所以经过了很长时间的 这个体检 那最后 这个内科的医学博士 跟康熙说 陛下的身体非常健康 所以这些我们看的 康熙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那我们讲临近的这一年 也就是说 事件发生的这一年 康熙61年 他到哪里去了呢 塞外 这次到塞外的时间非常长 五个半月 而且有一个月的时间 都在木兰围场进行围列 回来的时候 又到哪里去呢 又到了南院 到了南院这个地方 而且帝国当中 可以说大清帝国 正在筹备最重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明年是康熙的七十大寿 我们讲人生 七十古来西啊 所以这时候 好多的大臣们就请求啊 特别那个礼部尚书啊 陈元龙 他请求康熙 他说我们仿造康熙 36年的案例 这个例证 明年是圣上的七十大寿啊 我们要举国欢庆啊 应该把所有的辅学 宪学 每个学当中呢 选拔一两人 进到国子间 然后呢 让他们观瞻这些帝国 最盛大的一次庆典 康熙说好啊 朕准了 你们准备吧 那我们知道 天下的辅学和宪学 每一个辅学宪学 选一个两个 那有三四千的人啊 那就要举行 盛大的这种庆祝 七十周 七十周岁啊 所以康熙呢 从塞外回到京城来 短暂的在畅春园 休整了几天 到了乾清宫 那我们知道 到了皇宫大内 又正常的办公 他的生活节奏 越来越快了 到哪里去了呢 然后到南院这个地方去 继续狩猎 我们知道南院这个地方呢 是元明清三朝的 皇家的狩猎场 那个狩猎场的什么呢 他的北门 在今天南六环 到南四环之间 都是皇家在大的狩猎场 康熙在这狩猎 那这个时候呢 以亲王为主 率领一班马汉的大臣 请示狩猎当中 玩得这个特别高兴的 康熙说 老爷子 现在离这个七十大寿的时间 越来越短了 您得最后得定下 哪个方案呢 那明年我们 怎么着也得要庆贺一番呢 康熙说 那你们准备吧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帝国正在从容 有条不紊的向前推进 康熙的身体没有任何的问题 而且呢 上面还有 在这个亲王领衔的这个奏文当中 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那他这里头讲的非常的清楚 他说 这是在康熙的思路当中讲的 就是你七十岁了 这精神头还这么足 没有任何的身体 但有样 所以这个大清帝国 正在为他筹备了七十大寿的数点 这些说明什么呢 康熙的身体没有任何的问题 俗话说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但兮祸福 尽管康熙是大清王朝的皇帝 皇宫中的御仪水平也很高 对康熙的照顾 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但康熙此时毕竟进入了晚年 他在南院狩猎的时候 还是病倒了 那么他究竟得了什么病 他病得重不重呢 但是康熙呢 在南院狩猎的时候呢 得了病 所以我们要第二条呢 要问一问 康熙得了什么病 重不重 那我们说呢 康熙得病呢 在康熙的实录有记载 还有一些私人的笔记当中呢 也有记载 康熙是 十一月的初七 有的记载呢 是十一月的初八 得了病 得了什么病吗 很清楚 感冒 就得了感冒 所以康熙呢 当时就下令 朕得了感冒 不碍事的 但是他下令到纸 从初十到十五这一期间 那大约有六天的时间 一切的奏章不必起奏 也就是说停止办公 这时候呢 你们不要把这些事情呢 有什么地方奏报的文件呢 放到朕的手中 让朕来批纸啊 不要这个样子 也就是这六天期间呢 朕要好好的栽戒 要好好的养一养 要恢复恢复朕的这种精气神 所以他得了病 感冒的时候 回到畅春园请公 下了一道圣旨 说当天呢 我就发了汗 出了汗了 已经恢复得好了 差不多了 但是朕呢 还要恢复 这几天呢 你们不要来叨扰朕来 朕要好好的 彻底的来休养一下 下了这道旨 但是得到康熙这道旨意的 人不多 谁最早得到康熙 有病的这个信息呢 从现在来看 雍勤王 这个是由史料记载的 在《青史录》当中 有明确的记载 雍勤王最早得到了这个信息 他是什么呢 那还有几个人 那我们知道最重要的 还有一个龙阔多 还有宗石严信 就是西征那个将军 这个原来都是康熙安排呢 辅佐允提 就是十四阿哥允提的这些人 那这时候呢 他们是什么情况之下 得到了康熙有病呢 也就是在康熙在南院的时候 在狩猎的时候 那这些大臣们到那个地方去 跟康熙汇报工作 汇报的什么工作 他们查仓 那我们知道 那时候的粮仓呢 有些呢是放到通州 有些地方呢是在京城 所以查完仓之后呢 也就盘点这个钱粮了 国库的钱粮了 然后要向康熙汇报 康熙跟他们呢 很近距离的在一个 这个南院也有行宫啊 讨论的 很充分 但是这些细心的大臣们发现呢 康熙的身体呢 好像不是那么好 气呢 说话的气呢有些弱 还有呢 他的面容的有点憔悴 说卡将是不是皇帝赶了冒呢 所以呢 第二天的时候 康熙呢带着大队的人马 回到畅春园休息去了 那这些言信呢 还有龙库多呢 还有雍亲王呢 他们约好 说第二天的时候呢 要去看望主子 看望皇帝 给皇帝请个安安 到第二天的时候呢 结果皇帝就下了一道圣旨 他说 朕从十一月初十 到十五 这段时间 要进行呢 斋戒 虔诚的修行 他讲得很清楚 朕偶感风寒 本日即拓汉 自初十日至十五日 敬仰斋戒 一应奏章 不必起奏 但是谁违反了这个规定呢 我们说最重要的就是雍亲王 他违反了 本来呢 我们知道 中国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就是冬至 那冬至要做什么呢 要祭天 祈求无故丰登 这个老天爷照应 所以即使贵为天子 他也叫上天之子 要进行祭天 所以在十五 十一月十五这一天 是冬至这一天 康熙皇帝应该正常去祭天 那我们知道现在呢 这个天坛呢 这是明朝永乐时期建的 它代表了中国人的 这个天 原地方的这种 这么一种理念 设计的理念是 从周朝的时候 我们讲就有了 就有这种祭天的这种行动 这种行为了 那康熙说 我十一月的十号到十五号 摘戒期间呢 那我不能祭天了 所以他这时候派了一个人 雍亲王你去吧 黄四子 雍亲王你到这个地方 去宅界去祭天呢 雍亲王说 我父皇现在身体有恙 我来留下来伺候父皇吧 康熙说 祭天这种事情是大事情 朕不能去了 你代替朕来供带 你不要留在朕身边 马上去 所以这时候呢 雍亲王就立刻遵旨 到了天坛 这个有个斋所 专门斋所 就是在祭天那一天 进行各种准备 虔诚的祈祷 这样的一个意思 但是雍亲王没有按照康熙所说的 一切奏章 不能起奏 他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史书当中明确记载 从初十开始 一连三天 有的记载 是五天 每天都是三次或五次 派他的身边的太监 还有那护卫 到哪里呢 到畅春园的请宫 为康熙请安 说父皇怎么样了 我今天早晨去一波 中午去一波 晚上再去一波 康熙本来说 任何人都不能去了 你为什么要去 有些研究者说 雍亲王到 康熙的寝宫当中 去请安 肯定得到康熙的允许 我说这个也是 推测之词 与其说得到了 父皇康熙的允许 还不如说得到了 龙科多的允许 龙科多部军统领啊 掌握整个的京城的这些 我们讲的部队啊 他才有权 所以雍亲王没有遵旨 按照他父亲说的 虔诚在这个斋所斋戒 而是每天三番五次的 到康熙这里去干什么呢 看望父亲的病情 实际上不是看望父亲的病情 我们讲 那就是看看你康熙 什么时候出现问题 有没有下手的机会 所以这样的时候 经过了很长 一连几天都这样 康熙每次回答的内容呢 都是四个字 正体稍安 正的身体稍微好了一点 那这是这么一种情况 那到了临界点 我们讲最后这几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是我们最关注的 也就是说 有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 在康熙临死前的这三天 四天 特别是当天 有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 那我们说 确实有特别的事情发生 我们知道这个畅春园 是从康熙26年开始 康熙就铸臂这个地方 畅春园在康熙和雍正的前期 畅春园他的辉煌 比后来的圆明园还要辉煌 他占地上千亩 我们今天从北四环这个地方 都是畅春园的这个地方 所以康熙一生当中 主要办公的地方就是三个地方 大内的乾清宫 那还有呢 我们知道到成德的避暑山庄 还有一个地方就在畅春园 所以他特别喜欢畅春园 清朝也被称为是马上的朝廷 所以康熙有人统计研究者 专门做过统计 康熙一生在昌春园 从26年首次铸臂修好了 多长时间呢 累计加在一起3800多天 那3800多天 我们要核算是多少 十年之久 十多年住在昌春园 所以他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后期处理朝政啊 他主要在这个地方 因为大内我们知道 太局促 而且热得不得了 早到冬到夏天的时候 他不愿意在这个 大内乾清宫里头待着 所以他就到避暑山庄啊 或者说到昌春园这个地方 他嫌城里都特别烦躁 这是他自己当时讲的 晚年的康熙 在南院狩猎的时候 不慎染病 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这一病竟然会一病不起 而根据一些史料的记载 庸心王印珍在此时 有一些非常的举动 那么他此时的非常举动 和他最终继位称帝 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 林前老师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那到了11月的13号 那我们说这是时间 最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 就是康熙病逝的当天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早晨凌晨的时候 也就是凌晨的一点到三点 康熙的病情突然恶化 加重了 所以这时候立刻派大臣前去 告诉什么呢 把在天坛那个地方 在斋所斋戒的 这个庸亲王立刻请回来 让他速速回宫 回到这个昌春园请宫 回到这个地方来 那我们知道是吧 昌春园这个地方 就是今天北大西门 这个地方 包含了北大的一大部分 主要的地点 就是在北大西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到南院 这个地方呢 距离比较远 但是大体上应该在多长时间 到达呢 两个时辰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 换算成为四个小时左右 它是凌晨一点到三点的时候 病情恶化 那立刻派人 这一来一回 我们讲 结果呢 庸亲王回到宫中 回到昌春园请宫的时候呢 是什么时间呢 是中午了 所以这个时间点 也给后人 因为这实录当中记载 留下了大大的问号 所以有的专家认定 这个期间就是庸亲王 跟这个谁呢 跟这个龙科多 联手联合起来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最重要的 而且他中午回到了 畅春园请宫 立刻到什么呢 康熙召见他 到了请宫 问康熙 康熙呢 跟他讲了就一句话 告诉他病情 所以日真 就是病情越来越重的缘故 告诉他这个了 那在康熙实录当中 怎么记载呢 康熙王在当天 三次进到康熙的寝宫当中 还是问安 问他的病情 而在庸正的实录当中 记载是多少呢 康熙王当天 几次见了康熙皇帝呢 五次 所以两者之间 记载的不一样 所以康熙呢 这个时候 我们讲的病危 应该是在凌晨的 一点到三点期间 那康熙王呢 回到康熙的寝宫 这个地方 用最快的速度 但是他走得最慢 到中午的时候 他才回到了康熙 这个寝宫 那当天 又几次呢 至少三次 五次 到康熙的寝宫 那康熙跟他讲了什么呢 这病情 为什么越来越重 跟他讲了这些事情 到了下午晚上 七点到九点这个时间 一带帝君 非常有名的康熙大帝 去世了 这就是史书当中 所有留下的正史当中 留下的所有的记载 就是康熙之死 但是康熙之死 有没有蛛丝马迹呢 有没有问题呢 我们说肯定有 为什么呢 康熙临死之前 为什么没有留下寓衣 抢救 为什么没有留下 其他皇子 在康熙的身边 而且这连续的 四天到五天 只有一个人 出现了名字 就是庸熙王 前面的时候呢 你每天三番五次地 来派人 派自己贴身的太监 还有护军 护卫这些人 到这个畅春园 这个寝宫问安 问康熙的病情 那还在这一天的时候呢 没有其他人 任何人 只有雍亲王 你计三番五次地 还是到了康熙的寝宫 所以呢 非常有名的史学家 康熙在这个期间 被下了毒 那这个下了毒呢 就是说不正常 它非常不正常 也就是说 由于龙科多 控制了整个京城的 这些部队 畅春园全部被包围 康熙皇帝被人为的 跟外界完全隔绝起来了 他想要传 任何人都传不到 所以没有留下来 第二个人 其他人的这些记载 那只有一个雍亲王 那这个时候 康熙被完全隔绝的状态 我们说 什么情况都可以发生 所以史书当中 也有很多记载 特别传教士 传教士的报告 当时他有记载 那这个人呢 我们知道是 很有名的马国贤 他写了一本书 这是他在清空当中 亲眼见的事情 当天晚上 他在什么地方呢 他就在畅春园附近 童大人 他讲的是童大人 童大人就指着龙科多 在龙科多的家里头 干什么事情呢 在童大人的家里头 吃晚饭 吃晚饭的时候 突然这个 把这个饭碗 都要吓得掉地上了 什么样子呢 就听外边人黄马乱 好像有部队 有大 很多的人 在走动的声音 因为马国贤呢 他在中国 在这个宫廷当中 待的时间也很长 他熟悉 中国的这套 帝国运行的这套办法 他说这肯定出了事情 要不然夜里头 这个时间这么晚了 怎么会出现 这个部队调动的声音呢 到处走动的声音 他说只能是两件事情 要不然出现了叛乱 要不然就是皇帝死了 为了验证他的推测 他怎么办 他找了一个小凳子 自己悄悄地上去 然后从那个墙头 往外边望 一望不得了 晚饭而下一条打击 这就是人 慌慌地跑 好多的人 带着刀 到处的 带着兵器 到处的跑 他后面听着别人说 康熙皇帝 去世了 所以他这时候 立刻把门关起来 他看到部队 由东到西 由西到东来往的时候 非常的这个 异常的情况 所以从马国贤 他传教士 他所记载的 这个情况来看 康熙在死前 也发生了 这个非常的事情 那这个事情 就是后边人 在继续追 到底康熙怎么死的 那也有人这样讲的 那我们看 就是非常著名的 康熙的八世孙 他早年的时候 走访京城当中的 哪些人呢 走访京城当中 特别是爱心觉罗 忠实 康熙这一支的 他们的老人 从他们老人当中 他得到了如获至宝 关于畅春言 的一个简介 那可能是有几世 多少代来传下来 在这个简介当中 这里头讲了 康熙皇帝临死 是什么情况呢 龙科多 他不是直接害死的 是真是假的 但是这个里头 这个康熙皇帝的 八世孙 他是这样讲的 这个小册子 他拿来一看呢 这个老人 爱心觉罗氏的 这个家族呢 给他讲 介绍的时候 畅春言那天晚上 什么样子呢 正好出现了 因为康熙得了病呢 得了感冒 需要安静 需要温度不低一点 有利于这个病人呢 他身体能够恢复 特别虚弱的康熙 但是龙科多呢 让怎么办呢 把这个寝宫当中的 所有的院落外面 所有的大香炉 各种的炉 点的都给点着 所以烧得呢 非常旺 火越烧越旺 所以就出现了什么呢 那里头他讲烧吧 所以康熙皇帝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加速他的去世 类似是什么呢 这个俯生卓影 跟他差不多 康熙这样的时候去世了 这个无独有偶 那我们知道 有个端木红梁 这是鼎鼎有名的 红学家 他写小说 当年写的一本 曹雪芹这个小说 非常有名 那这个在这个小说当中 他的第一回 他讲康熙是怎么死的呢 他也是这样讲的 康熙怎么在昌春元病逝呢 也就是龙口多 把这个所有的 这个火全烧得特别旺 康熙没有办法 一下子呢 实际上 被热火给熏死了 这个是当时 所有的这些记载 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竹影姚洪 竹影姚洪是 我们知道宋朝的时候 一个瓷牌的名字 周邦彦 他改写的一个瓷牌的名字 他想帝王之家 这个富丽堂皇 非常的这个 这个繁荣 繁华的这种景象 但是这里头呢 他讲的是 大殿里头 所有的火都烧起来 最后把康熙呢 烧的那些 所有的容器 都像融化了一样 那康熙是血肉之躯 而且病体 十分的孱弱 那这个时候 他经不了这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加速了 康熙皇帝的去世 这就是讲的 竹影姚洪 夺了康熙的命 可能要康熙之子 要想寻得一个 最确切的一个答案 当然需要更多的 其他的史料来进行支撑 来进行来验证 这一讲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